I'm going to try 这个大哥人超级好 他给我 就这个 他这个球比我在印度吃的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也是绿色的在里面 对 然后他这个里面料更足一点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东西 红红的非常漂亮的一盘牛蛙 哇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大师兄 大师兄看镜头大师兄 猴哥 我就不离猴太近了 我小时候被猴挠过 回头有机会的话给你们讲一下 我被猴挠的故事 嘿嘿嘿 打卡一下 照片其实大家很多人拍完之后 根本就不会看的 就感觉拍了就跟没拍似的 但是我觉得视频更加好一点 至少有的时候 像我这种人还会传到网络上 就是我自己不看 也会有很多人看 也能永远地记录这一段时光 我觉得挺开心的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 未来以后出来旅行 要拍视频 能记录很多东西 而且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边草地原来是可以踩的 我看他们在那边也在踩 我刚刚都没敢走上来 我怕不让踩的话 会不会被抽鞭子 这个广场蛮舒服的 可以从另一个很平的角度 看到吉隆坡这个城市 几乎很多重要的建筑 除了双子塔 吉隆坡这个城市很舒服 不会像例如说纽约这种 全是高楼大厦 就是一抬头全部都是那种高楼 然后把天都挡成这么一点点 感觉特别压抑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 就很舒服 我现在到了国家清真寺了 它这个地方跟我刚刚的那个独立广场 其实它们并不远 走路直线过来的话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走到 所以如果大家只有半天时间 在吉隆坡的话 独立广场和国家清真寺 还是应该过来看一看 这是它的开放时间 然后今天是周三 所以说今天是开放的 Lucky me 这是我现代的样子 因为我穿了短袖和短裤 所以说我就有这么一个袍 从头到脚看到了 从头到脚 这种规则感给人一种 很想思考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套入棱子定律 最后用救救原则 我之前在阿格拉堡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我那期试试 阿格拉堡的时候也是 这种大殿里面 有这种损规则的实处 就给人感觉很壮严很重 我现在往小印度方向去 一方面是因为 我有点想念印度了 之前看我印度视频的 很多人都说 你回印度啊 印度很好看 想继续让我拍印度 我在此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回印度是漫漫不能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会再回去了 我差不多印度旅行就翻篇了 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非常靠近 所谓的小印度了 因为空气中 已经开始弥漫出 这种马萨拉的味道了 吉隆坡真的是个大城市 就怎么看都是那种 一个国家首都的样子 就是非常繁华 非常现代 而且这个城市 真的是多民族融合 像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就会 就是很明显 你进去的话 会有几桌华裔 然后会有印度裔 然后会有当地的马来人 大家就是 真的是和谐共处 就在里面吃饭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听到了吗 这个音乐 这边呢 毕竟是马来西亚 跟印度比的话 比印度整洁很多 印度属实有点混乱 我又看到我正在印度吃的那个球了 我再试一下 看看马来西亚这个球的味道怎么样 不好意思 这是巴尼布里 巴尼布里 所以什么是 巴尼给巴达西 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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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试试这些 在海洋里 多少钱是 5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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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只是试试1或2 我给你5块钱 没问题 5块钱 5块钱 你只是给我1x1 这个球是我之前在印度尝的 这个叫巴尼布里 不知道为什么在印度 他们说巴尼给巴达西 I don't know why 然后这个是印度的食物 然后打算再尝一下这个球 It's all sweet 对 对 都是甜的是吧 OK 现在我请这个大哥 然后他来 他来拍我 要吃这个东西 OK I'm ready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I mean the background Bangj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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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 Bangj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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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 Bangjab But you speak English only right? I mean the Amlisa Oh Amlisa The golden temple 这个放了土豆泥和这个东西 It's okay It's okay Maybe I just try Maybe I just try one or two But I give you the same money OK You can give one Yeah it's okay At least five It's okay I give you five Yeah I try one or two Maybe 然后是这个 It's mint It's mint water right? I'm going to try I'm going to try I'm going to try 这个大哥人超级好 他给我 好 就这个 他这个球比我在印度吃的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也是绿色的在里面 然后他这个里面料更足一点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东西 印度的话就是纯绿色的 然后里面有土豆泥我尝一下 Nice Nice This one's good This one's good 这个比我在印度吃那个好吃特别多 特别好吃这个 好 又来一个 这个很好吃 而且感觉就是 就口感里面就觉得很味噌 所以说实话我再尝一个还是这个 一模一样的有个碗 对 然后一口门啊 This is my friend This is my friend coming Hi This is my friend coming Hi It's ok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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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video It's okay It's okay I'm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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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然后刚刚是那边卖东西的印度大哥给我录的 我觉得这个比在印度吃那个好吃很多 而且就是一吃一入嘴就觉得特别干净卫生 反正我吃了感觉挺好的 小印度这个地方就算逛完了 而且这个地方我跟你说 大家搜的时候它就叫Little India 它就叫小印度 我开始以为是学名呢 反正我接触下来的印度人 就是都挺好的挺nice的 反正我在印度的时候 接触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老百姓都挺善良 挺友好 然后挺涉牛的 然后都愿意跟你聊天 愿意帮你拍 也愿意出现在你镜头里面 我现在人在这个叫Battle Caves的这个火车上 中文翻译就是黑风洞 跟西游记里那个黑风洞是一模一样的 文字都一样 然后翻译都一样 就是黑风洞 离着二十里的黑风山上 有个黑风洞 然后去那边呢 去再体验一下 马来西亚这边的印度文化 这山好漂亮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山特别好看 就是说出了火车站之后 这在火车站门口 然后有这么一个山 看到了吗 特别的 我们中文叫什么 应该叫险峻是吧 然后下面的话就有一个 侯王像 这个是印度的一个神 这边应该就是入口了 然后我这边几乎听到的都是印度语了 让我一秒回到印度 这个地方房是免费的 特别好看 五颜六色的 老实际上 我觉得印度哪会用色的 你看这个阶梯 真的很漂亮 有蓝色有黄色的 而且渐变的 这个地方我听说 这个猴子特别多 而且很容易抢游客的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哇能看到吗 这树上停的全都是鸽子 看到了吗 全是鸟 然后你知道一个树上 停的都是鸟的话 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就是地上这样 看到了吗 全屎 鸟屎 来看我们这大师兄给人吃呢 这大师兄在这思考人生 在想我是接下来要打工还是要创业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这个景区最主要的部分了 可以看到这个一共是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门前的这个雕像 它叫世剑陀 是士婆神与雪山女神的儿子 旁边这个是彩虹阶梯 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主要景观 一共是272节的阶梯 然后最后一个看点就是山洞咯 听说里面有个巨大的山洞 是四万年型形成的一个 茹檐形的山洞 特别适合拍照啊 有小姐姐愿意的话可以过来拍照啊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高啊 272节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废话不得福 个费也没用是吧 爬了 就来这泽安芝 我就爬上这些台阶 到上面去看看最上面什么样子 大石兄 大石兄看镜头 大石兄 猴哥 猴哥 很好猴哥 猴哥 看镜头 你这个夯货 这次我来这猴子比之前在我渡公略的时候网上看的那些猴子有礼貌的多 是不是没礼貌的那批都进去再教育去了 有礼貌的那批都放出来了 我这不离猴太近了 我小时候被猴挠过 会都有机会的话给你们讲一下我被猴挠的故事 我靠 刚才给你们 让你们看一下下面不小心拍了一段 完了我现在害怕了 咋办 我不敢下去了 我现在只能往上走 下去一会再说 我感觉腿太软了 派线巨子团进来了 进到这个岩洞里面了 而且很多蝙蝠在这边飞 这个岩洞呢 之前栖身的时候一直都是蝙蝠在这边 因为它真的很大 而且挺黑的 如果人类不照明的话 这个地方超级黑 别杠啊 你要硬要说我每次去一个地方 你们一定要跟我说一句说 中国有更好的 那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那你就赢了 谁杠谁赢啊 杠精就是喜欢把无知当个性 你说的越有道理它就越来劲 面对这种人不用跟他多说 你就是对他微笑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里走的话就有点像天坑 而且它这个地点在滴水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里面潮湿 所以凝结成水汽了 还说最近有下雨 对了据说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传说 我也是在网上看的 不知道真伪 因为这个传说呢 是说从前在泰国有个国王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呢是相王 二儿子是孔雀王 然后有一天呢 老国王就决定船位给他们其中之一 于是决定做一个测试 像很多统话故事里一样 对吧 然后他就对两个儿子说 说我个鸡芒果 然后你们现在环球跑一圈 绕这个地球转一圈 谁快我就给谁 那二儿子孔雀王 二话不说 听完搜就飞走了 那大儿子一听 这不扯吗 你飞我腿啊 那我肯定不行啊 肯定不如你快啊 于是他就绕着这个老国王身边 走了一圈 然后回头对着国王说说 我爸 我的父王就是我的全世界 我绕你走一圈 我就等于绕这个世界 已经走了一圈 老国王一听 可爱啊 聪明啊 而且很有道理啊 于是呢 他又把这个鸡芒果给了大儿子 于是大儿子就成了国王 二儿子孔雀王 飞了一圈回来之后 一看 我天 什么个情况 我了个去 这怎么老大就变国王了呢 而且这哥们 他们没环游世界啊 然后后来听别人说 二儿子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们俩还在这么玩的 这说好三人行 你们俩不能一会儿啊 于是二儿子一生气 然后就 从 王国飞走了 飞到哪儿了呢 就飞到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黑风洞 于是呢 他又成了当地的神 然后帮助当地敬拜他的人实现愿嘛 对 这基本上就是网上关于这个黑风洞的传说啊 现在我就打算出去了 这边就逛完了 进入到最艰难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 就是下山 看这边怎么还有个沟 看我 紧紧的扶着这个 真的是太害怕了 行 我就慢慢下 我归这条路 我得下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 我们等一下下面见啊 不跟你们录了 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这吃什么 烤羊腿啊 这个我好想吃 就这样现烤的 我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我终于还是买了这个烤羊排 没办法 东北人就是爱吃羊肉 我对羊肉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好吃 特别的好吃 超级嫩 我饿死了 马来西亚这边 无论当地菜还是什么 真的都特别好吃 其实今天我本来要吃马来菜 马来西亚菜 或者越南菜 或者泰国菜 或者广东菜 但是 我就看到一家四川菜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所以就点了一份馋嘴巴 因为这个东西在澳洲吃不到 国内能吃到 澳大利亚不允许吃牛蛙 我现在喝着啤酒 刚刚点了一瓶拍一个 然后吃着烤羊肉 这简直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给你们拍一下 我超级开心 因为牛蛙上来了 我好久没吃牛蛙了 红红的 非常漂亮的一盘牛蛙 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还有土豆丝 看一下 土豆丝也上来 好多年没有吃到 特别特别正宗的了 然后希望这个土豆丝 非常能好很多 不过它切的有点差 说实话 因为有点宽 土豆丝做的是预期之内的味道 没有超过预期 但也没有低预期 就是正常的味道 它这边大排档老板人都好好 像刚刚有个女孩子 像我们推药商品 她都不阻止 然后她们进来 就要赚钱 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挺好 因为大家都是讨生活 也不一定偏要拦着谁 反正她也不纠缠 我说不买的话 她又走了 给她点机会赚钱 就是真的挺好的 哇 这牛蛙做的好好吃 特别好吃 牛蛙绝对超过一几 这牛蛙蛮多的 感觉至少是两只牛蛙在里面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点赞关注一下 大家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